出征三年的傅君回来了 并配而行一个家人 傅君道 家人要一夫一妻 所以我们只能和离 环顾四周 全心付出了三年的傅家 竟无一人挽留 家人不屑道 你一个庶女 和离给足你面子了 你还在这里磨蹭什么 我收好和离书反问他 一夫一妻的社会 也讲敌术知道吗 说完 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很快 他们都后悔了 他们都求我回去 可是皇上公然在朝堂上冷硬道 和离的 江府的 会一术的 他只能是寡人的皇后 出征三年的傅君 今日班师回朝 出发前他是百夫长 归来时是大将军 我早早来到了大军必经的德胜门 人潮汹涌 百姓争赌 让匈奴闻风远顿的裴将军 接言裴将军乃是武神在世 我听得心花怒放 他们夸的 可是我的傅君 这时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 军队已经来到了德胜门前 为首的将军 先依孟马 意气轩昂 正是傅君裴衡 与他并配而行的 是一个明艳的家人 一身戎装 阴姿幻发 我刚想张口喊他 却发现已被淹没在人群里 许多百姓开始向他抛花 可是他眼睛眨都不眨 只看着与他同行的人 有人赞叹道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家人啊 又有人惊叹道 那是平阳小公主啊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 听说和裴将军心意相通 配合默契 打得匈奴丢亏气甲 军队缓缓前行 我费力挤到了前面 黎培衡不过一尺之遥 以前他说 即使千万人 他也可以一眼看到他的息息 可是今日高头俊马上 他没向下看过一眼 我清楚地看到 他那炽热的目光 以前是看我 现在是看别的人 阳光刺眼 我垂下头 默默回到了府上 直到日落 培衡没有回府 却等来了平阳公主府的郭公公 他说 裴将军在皇家的庆功宴上 喝得有点多 就塑在公主府中了 我刚想说接他回家 婆婆却没开眼笑道 如此给公主添麻烦了 平阳公主深得当今圣上宠爱 宠到未婚嫁 即可出宫见府 觅传他的府邸 三五天即换一批男宠 可是无人敢置会 但裴衡终究不是男宠 他是将军 于是我道 既然将军醉酒 那麻烦公主终究是不妥的 我现在就去接将军回府 郭公公冷然道 江小姐难道猜不出 这是谁的寓意吗 我差然望向她 称我江小姐 公公是何意 她不可能不知 我乃裴衡夫人 喊我江小姐 便是不认我和裴衡的关系 公公一甩夫尘道 我只是来知会一下裴老夫人 何旁的不相干的人说不着 说完她迅疾回身出了府 婆婆还颠颠追过去 给了一定银子 又说了几句 回来时喜行余色 小叔子裴衬 和小姑子裴鱼 赶紧追问说了什么 婆婆有点尴尬的看了我一眼 说明日便知了 我道 不能任由别人说了 我们就信了 将军夜宿公主府 终究是有爱名声 还是要去接回将军方妥 附加三人皆不以为然 裴衬道 说得好听 还是担心自己被修吧 说着三人相识一笑 我无心和他们争长短 亲自去车公主府 我不信我青梅竹马的少年 狼会如此没有分寸 公主府婚人 说去通报 便没了踪影 直至夜半 裴衡来到车前 低声道 你为何还在这里 我明日回府便是 切勿在这丢人现眼 我定睛看向他 你现在还醉酒吗 你既然能走到这里 那就能随我一起回去了 裴衡略不耐道 江西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这一刻 我知道了 他以前称我为西西 现在是江西 自我们会说话 便玩在一处 他从未如此唤我 我也明白了 他为什么宁愿 不清不楚的素于公主府 而不回家 因为他不怕 和公主不清不楚 他怕和我名正言顺 我看向他 缓缓道 我来 只是怕别人误传 而现你于不解 现在你当面说的明白 那我便知了 就此告辞 你别恨我 裴衡略微歉一道 我淡然道 何则剧 不何则散 谈不上恨不恨 江西 我 他话还没说完 一个公公出现了 裴将军 公主说您酒醒后 可先沐浴更衣 他迟点就到 裴衡看我没停留 又喊了一声 江西 我摆摆手 没回头 我知道 我的夫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年前的诺言 不过是进花水月罢了 三年前 大婚之日 还没来得及洞房 裴衡就受命出征了 临行前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 豪情万丈的对我说 他要挣得功名 登台拜将 让我告命傍身 仪式荣光 他说 归来之日 便是我们洞房之时 我们会瓜蝶绵绵 儿孙成行 最后 他附在我耳边道 除非黄土白骨 我守你百岁无忧 他离去后 我才发现 我的肩膀润湿了一片 少年的心 无论万里蜜蜂猴 还是缠绵起窗下 都是情真意切的 不过是三年 黄沙百战穿金甲 他真当上大禹国的将军了 可是现在只有将军 没有少年了 就是情 皆随风而逝了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次日一早 晨光细微 裴衡和公主迫不及待 就到了裴府 裴衡堂而皇之道 江西 我们合离吧 我平静地问 理由 他脸微红 公主要一夫一妻 我们便只能合离了 一夫一妻 我家中语气反问 平阳公主这时 把茶盏重重 放回到手侧边的小脊上 我和裴将军同生共死 血战匈奴 谁比得上我们的情义 我问 青梅竹马 是母三年 算不得情义吗 裴衡理直气壮道 我们没有洞房 算不得真夫妻 和理你也没有损失 我也不算对不起你 他这么大言不惭 我可真没想到 我微韵道 没有损失 没有对不起我 那三年时光算不算损失 让我白等你三年 算不算对不起我 他竟然语带怜悯道 江西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遇见公主 我才体会到 生平从没感受过的情感 我才明白什么是爱 所以 江西 我们之间 不是真爱 真是熟悉的 配方熟悉的味道 千古渣男如出一辙 变心的理由都没点创意 就会说 遇见见人才发现 那是真爱 我堂堂一个 顶级医科大学 朔博连读的学霸 若不是被这句话 气着了 还不至于穿过来 而原主 也不会在昨夜 伤心猝死 真是倒霉 一穿过来 又听到渣男宣言 喝推 喝推 我忍不住 清了清嗓子 这时婆婆 也咳嗽了一声道 江小姐 现如今 我而是将军了 不能抗止不尊 既然不能耐窃 或者渴求她 留你当个通房丫头 这脸变得也够快的 马上就喊我江小姐 官话也说上了 还想让我当通房丫头 她想的挺美 三年来 她的喘病 是原主一手调理的 日日熬药 接原主亲为 折磨了她几十年的喘病 终于有了起色 她这是既想要公主的 荣华富贵 还想让我继续当大渊种 给她治病呢 我呵呵一笑道 通房丫头 裴老夫人 你忘记了吧 是姓林世家江家的千金 一旁的裴琛嘲讽道 哼 什么千金 不过是庶女 现在我嫂嫂是公主 能让你当通房丫头 都是抬举了你 你还不满足 你这个毒妇 现在成了没人要的弃妇 哈哈 我真没想到 她竟如此怀恨 裴家是没落的武将之家 为了让裴琛 也有安身立命的本事 原主都她断绝了 和那些狐朋狗友的联系 又花重金聘兮兮 教她日日习武研读兵书 不敢有丝毫懈怠 谁都知道 学医不经上战场 就是要命的 可原主在她眼里 竟然是个毒妇 小姑子裴鱼 也是个厉害角色 落井下石的事 可缺不了她 看到母亲和兄长奚落我 她也跟着得意忘形道 新嫂嫂是公主呀 我们是皇亲国妻了 哈哈 看谁还敢逼我背医书 看着她那开心的样子 我心道 原主不是为了你 何须费心 逼你背那千金难寻的医书 他让你背书学医 那是救你的命 看来 他们对原主都甚不满意呀 亏得原主还说 变心的只是裴狼 附加其他人对他甚好 环顾四周 原主全身心付出了三年的附加 竟无一人挽留他 太好了 我可以走得毫无挂碍 毫不愧疚了 我在内心对原主道 这可真不怨我呀 既然我用了你的身体 那你的仇 就是我的仇了 这时 公主不屑道 你一个庶女 何离给足你面子了 你还在这里磨蹭什么 裴衡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何离书 他还怕我不同意 花言巧语道 我可以给你补偿 若你家不容你 就回来做我一妹 我沈孝道 做你妹 想的美 脏了的东西 我才不要 也别谈什么补偿了 把工钱付了吧 千两黄金吧 算作我三年在陪府劳作的工钱 此要求毫不过分 原主本就传承了 外祖父江神医的衣钵 三年枕金 亦可赚足千两黄金 我干脆利落在何离书上 签字按指纹 一别两宽 果然让人欢喜 裴衡看我如此不在意 他反倒在意了 他道 江西 三年前我把这家交给你 看看这三年 你把我母亲弟妹 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当年临行前 裴衡跟原主说 家中母亲已老 弟妹尚幼 让原主费心看过管教 其实他妈不过四十 弟妹也只比原主小了两三岁 可是原主接了夫君委托 便一心一意 为了附加筹谋 看他这样说 我真替原主冤枉 我反问道 折磨成什么样了 三年前 你老母喘得下不来床 现在都能跟你告状 一口气说 半个时辰 都还神清气爽 你弟以前天天斗鸡遛狗 现在能练一个时辰的剑 能看懂半部兵书 你妹遗传你妈传病 三年前面黄鸡兽 现在落井下石 都不需要别人帮忙搬石头 怎么 你觉得不好 不好可以活回去啊 那还不容易 裴衡一时愣住 这么牙尖嘴利的江西 他第一次见 看他那像吃了苍蝇石的表情 我很是痛快 立即让裴家丫鬟 轻点嫁妆准备带走 裴家人却嚷着不能带走 丫鬟为难地看着我 我亲手上去 撕下裴母身着的药暖如 那是护费房传的好物件 原主为裴母粮身定做的 裴鱼上前阻拦 呵 我可是三届野外求生大赛冠军 凭他还想阻拦我 真是皮肤汗大树 蚂蚁采大象 我顺手拔下他头上的东柱柱拆 那是原主母亲 给原主最重要的裴家手势 被裴鱼缠着要走的 裴鱼也要上前阻拦 我毫不客气地 抽走他缠在腰上的软件 那是原主发现裴鱼武艺不行 怕他上阵吃亏 求高人给他打造的秘密兵器 这些都是原主裴家带过来的东西 轮到裴衡 我要他交出软胃甲 这不是嫁妆 是原主在订婚前就给了裴衡的 船是珍宝 刀枪不入 没这件宝物 裴衡怕是投胎了好几回 可凭什么还留给他 助他建功立业 寿彼南山吗 想着就添堵 裴衡道 你真要这么做吗 我狠狠笑道 怎么 舍不得 别让我瞧不起 你还是那个善解人意的江西吗 善解人意是什么东西 委屈我自己 让你们开心吗 再说你们的意思算是人意吗 裴衡被我激将的面色铁青 伸手摘下软胃甲甩给了我 这就对了 善解人意 对他们这种人有什么用 裴衡看我这毫不留情的样子 面色凝质 公主却得意 洋洋 我收好和黎叔 看向他道 自古至今 有情人求的 皆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求一夫一妻的 公主是第一个 只是我好奇 一夫一妻的社会 也讲敌数知道吗 公主瞬间惊恐万壮 片刻 他惊一道 你是谁 我还没回答 旁边裴衣突然卡住自己的喉咙 面色轻子 眼巴巴望着我道 嫂嫂救我 我指着公主道 你嫂嫂在那里 裴衡强硬道 江西 赶紧救我妹妹 我不急不慌道 救你妹 你是谁 我凭什么听你的 裴衡咬牙道 你不是一直爱我 爱我的家人吗 救了我妹 我就通融 让你做通房丫头 我忍不住仰天大笑道 爱你 笑话 我随手指着 他身后站着的一个 啾啾武夫道 看见没 他这样高大英俊 玉树林峰 龙张凤姿朗如日月的人 才是我的真爱 我看见他 才明白什么是真爱 裴衡 如你所说 我们之间不是真爱 我把他的话 原原本本还给他 可算通体舒畅了 裴衡的脸却沉了下来 江西 你不要为了 气我就失节了 公主看着那武夫 脸色突变 静若寒蝉 可男人并不看他俩 只是直直地望着我道 此话当真 我一把扯着他的束带 把他拽到跟前 巴基 亲了一口道 比真金还真 裴衡伸手使劲想扯回我 我就是抱住那武夫的腰部撒手 那腰 隔着衣服 都能摸到钢铁般的触感 我忍不住又掐了一下 看看能不能掐得动 那武夫闷哼了一声 竟有几分隐匿的味道 裴衡眼里冒火道 江西 自重 我比一道 一个抛妻攀高知的人 也配说自重 说完 我格外使劲揉了揉手里的腹肌 那荷尔蒙扑面而来 我不禁感叹道 诉了这么久 这才是我应得的 男人眯着眼看我 谋色深沉 背景音响起 嫂嫂快救我 哥哥快让嫂嫂救我 娘亲快让嫂嫂救我 公主快让嫂嫂救我 男人握着我的手道 当别人的嫂嫂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我就没有弟弟妹妹 当我娘子简单多了 不需要当别人嫂嫂 不知道她有三十八个兄弟姐妹的 我点头赞同道 可不是吗 干什么不好 当别人的冤种嫂嫂 我俩边聊边向外走 裴衡突然在后面 莫名其妙喊道 江西 你要是出了这个门 就别想再进来 哎呦 我才想明白她的心思 原来她以为 园主会求着她继续留在府里 也是 按照园主的性格 还真应该是哭求留下的 这样 她只需顺水推舟 就既可以上了公主 又赚了不弃糟糠的美名 还得了个神医没名没分地 给他们陪家当牛做马 嘖嘖 别人不过是既要还要 她简直算得上饕餮 那大脸 可真容得下千山万水 我笑道 你家门是金的 银的 还是镶了珍珠玛瑙的 都没有 你还那么不自量力的乱废 谁稀罕你家的破门 那男人在旁边帮腔道 对 谁稀罕他家破门 上我们家 我们家的门才好 我看着他穿着低阶军官服饰 一身气势却不输培衡 忍不住问道 你是谁家 那人道 我叫楚无忧 我们家那门才好 世间第一好 是龙门 我一掌拍他脑袋 小声道 不要命了 这话也敢说 看他公主的样子 他爹就不能 是什么好东西 小心那家伙 猪你九族 说完也没在意 他奇怪的表情 拉着 他就昂首挺胸出了门 和渣男斗争 首先就要迎在气势上 楚无忧小声问 你真不就裴将军的妹妹啊 我道 就什么就 我之前就让他背书了 书上第一页就说了 龙咸香能诱发他气喘 那公主就用了龙咸香 他还非要凑公主那么近 就为了巴结他才我 我还要去救他 你看我像是 那有大病的人吗 那他真死了怎么办 死什么死 他离公主远点就好了 谁让他非要凑那么近的 那就多难受一会儿呗 楚无忧一脸崇拜道 你真是神医啊 我道 这算什么 我可是 我突然顿住 这男人怎么不知不觉 就让我放松了警惕 我差点说出我 可是医学博士 还是荒野求生冠军 后背一下子冷汗层层 这个人 危险 我得赶紧把他赶走 想到这里 我立即站定脚步 问他 你去哪里 他有点意外 你的真爱不是我吗 那我肯定跟着你啊 我道 那是我随口说来 气那个负心汉的 他可怜巴巴道 你刚才说对我是真爱 我都相信了 你又说是随口说的 那你跟那负心汉 有什么区别 阴阴 祸 虎狼之躯 奶蒙之声 珍珍敲在我心坎坎上 圣女都要被激出色心来 我用最后残存的一丝理智 使劲绷住自己 现在是河梨 带你回娘家算怎么回事 等我安顿下来 你可以再来寻我 我想先画一个大饼甩掉他 可是他好像根本没听懂我的意思 还巴巴道 你想想 你以一个河梨的庶女的身份 回了娘家 他们肯定瞧不起你 可是 现在有我 你就不一样了 你等于从他们眼里的弃腹 变成了一个气宇轩昂的男子 求之不得的千金 多扬眉吐气呀 扬眉吐气 这让我想起 圆主一手好牌 却打得稀巴烂的窝囊人生 圆主外祖父 圆主和他娘学医都是天赋异禀 却是个不争不抢的性子 他爹万生 学医平平无奇 红女人倒是高手 他入坠江家前 已经与老家堂妹万小娘 偷偷记且 有了一双儿女 却瞒了个岩石 外祖父通过遗嘱 将江家家主直接传给圆主 外祖父一落葬 他爹先是把万小娘印接进府里 气死圆主生母 接着将江府改成万府 将万小娘生的一双儿女 当作嫡子女 圆主反倒成了庶女 圆主在娘家时为娘家人着想 在傅家时为傅家人筹谋 到头来却是好心遭雷劈 现在既然圆主换成我了 那我绝技不要再活得那么窝囊了 想起那个眉毛翘的比脑门 还高的万小娘 我觉得楚无忧说的也挺有道理 等我出了气再甩掉他也不迟 想到这里 我心情愉悦地拍了拍他胸脯道 就给你个机会 要是让我出气了 你以后的花销就包在我身上了 他兴奋道 你的意思是养我 好嘞小娘子 我笑道 看你一脸没见过钱的样子 叫姐姐 好嘞 姐姐 他抿嘴一笑 喊得又甜又脆 我带着楚无忧熊啾啾地回了娘家 万小娘应该早就听到消息了 他带着几个家丁 摆出个阴阳八卦阵等在门口 看来是下定决心不让我进门啊 你见到我 他还装作非常意外吃惊 惊的程度就像见到他死去的祖宗似的 然后他用又高又尖的声音阴阳道 江西 你这是被傅家撵了出来 这真是怕四邻八舍不知道我回娘家了 我不客气道 这位老玉 你眼瞎就找个马医好好治治 你哪只眼看见我是被撵出来的 我是何离 我是风风光光欢天喜地地走出陪家的 我一声老玉 把他呛得半死 指着我连说了几个你 你 我笑道 眼睛不好 口条也不灵啊 他这样子脸气羞羞道 哼 一个欺负得意什么 在傅家待了三年被赶出门 还想不知羞耻的 就这样进娘家的门 不这样进怎样进 你八台大叫台我 我和离回自己家 即使官府都说不得一个不字 怎么到你这里就是羞耻了 你是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吗 比偷偷爬床还羞耻吗 我说的 正是他偷爬床 气死原主母亲的事 原主总是要考虑人文关系 不好意思撕破脸 我可不是那万生生的 没有这种心理障碍 这时 我爹那嫁不出去的敌长女万了出场了 他顶了一张图的像不够墙那么白的大脸 在旁边帮腔道 他也不要脸了 我要是被人抛弃了 宁愿上吊跳井 也不好意思舔着脸就回娘家 我爷遇到 你倒是想被人抛弃呀 可是你都嫁不出去呀 你连被抛弃的机会都没有 你说气不气人呢 万柳眼泪汪汪道 娘 连个气负都敢欺负我了 呜呜 万小娘恼羞成怒道 你个破烂货 看我弄不死你 来人 绑了他 请家法 一群家丁拿着鸡毛当令件 得了万小娘的令 便如狼似虎的向我扑过来 万柳撇向我的眼神 那叫一个得意 眼看那群人就要碰到我了 楚无忧突然挡在了前面 沉喝一声 谁敢动我姐姐 这一声 不怒自威 如寒冰般甚人 周围顿时鸭雀无声 那几个刚才还在叫嚣的家丁 立即色缩着不敢动 万小娘眼睛一瞪道 我就敢 怎么着 小蹄子还学会让野汉的撑腰了 他说了就上前想裹我 哎呀 真是送上门的好事 我正愁找不着茶打他呢 我袖子一路就往前冲 先他一掌裹回去 我这野外求生冠军的一掌 然后是他脸皮在后 也一下子就肿了 楚无忧赶紧心疼地拉过我的手道 这点小事 哪用劳烦姐姐动手 别伤了姐姐的御手 万小娘挨了一巴掌 像疯了一般 冲过来要揪我头发 楚无忧抬脚就给了他一窝心踹 这下更狠了 万小娘倒退了十多米 坐在了地上 半天缓不过气来 我柔声道 你还打女人 太可怕了 他无辜道 什么打女人 我眼里 这天下只有姐姐一个女人 别人只有好坏之分 我的天 可真会聊 长这么帅 还这么 不对 那万柳不对劲 我眼角一光正好瞟到他 他亲娘倒挨揍了 他眼还是直直地看着 我的楚无忧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脸红了半边 眼睛还溢不开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只听他夹着嗓子道 公子高兴 小女子万柳是这万府的嫡女 他不过是个庶女 楚无忧冷然道 滚 然后 他回身讨好的对我说 姐姐 你看我这样回答行吗 太行了 万柳又喊道 公子 他是气腹 我还云莹未嫁 是个黄花大闺女 哎呀我去 我差点吐了 好歹他也是个千金 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楚无忧理都没理他 对我道 姐姐 那我们进府吧 我酸道 你看你这张惹是生非 霍国殃民的脸 你没看那儿 有个黄花大闺女在等你吗 他笑了 笑得暖洋洋的 姐姐是吃醋了 姐姐刚才听错了 他说他自己是黄毛大怪驴 我忍不住大笑 这时万小娘企图 从后面偷袭我俩 楚无忧意挥手 不知哪里冒出一个人 直接把万小娘 架到旁边动弹不得 我道 你还有手下呀 那你在军队里 是什么官职 他道 我在军队里没有官职 不过能指挥些人而已 那你能指挥多少人 没仔细数过 不过姐姐想要多少 我都能给你找来 你这个牛吹的 我爱听 他笑嘻嘻又道 姐姐回娘家是为了什么 我看你这尽头 不像是单纯的回娘家呀 我回道 这个家若幸万有什么好回的 我要回的是江府 他那万府的门匾 早就该取下来了 他道 好嘞 姐姐 咱们今天就把匾换了 他说这话 好像这是喝水吃饭一样 简单的事实的 可我听了他的话 莫名就觉得我能做得到 我一抬脚就迈进了门槛 等那万小娘眼睁睁 瞅着我进了门 控制他的人才松了手 还不想让我进门 真是躺壁挡车 刚走了几步 我爹就截住了我 给那母女俩撑腰 他一贯积极性可高了 他阴着脸道 我跟小娘追上来嚎道 老爷不能活了 你看你那个好女儿 带着遗憾的欺负妾身 我道 不能活就死 吼什么吼 我爹上下打量了一下 楚无忧的穿着 低等军官的盔甲 他胆子大了起来 指着楚无忧对家丁道 把小姐带的这个 上不得台面的人轰出去 然后他又急言厉色对我道 小点声 正堂还有客人 你们这么闹像什么话 原来是几个连皇上 都见不到的低等太医在小聚 看我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还以为来的是皇上 我道 爹 你还是先管管你那小妾吧 大庭广众之下 也汉子也汉子的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出身低俗 偷人上位吗 我爹吹胡子瞪眼道 住嘴 怎么说你娘的 我讥笑道 我娘 爹 我娘被你俩气死了 你不记得了吗 他要当我娘 怕是要到底下重新投胎呀 投胎还要保证 不入畜生道才行 这估计阳王也不能同意呀 另外 我还是要好心提醒爹爹 你都到知天命的年纪了 就不要不知天命了 使劲瞪眼 不仅容易眼睛干涩痒 生物模糊 头晕眼花 更甚者 容易暴毙 我爹脑门清金暴起 对着家丁低喝道 先绑了这二人 等诸位大人散去 再加法伺候 我气道 你们夫妇俩是不是有病 还是一样的病 动不动就绑了 动不动就加法 你们就没别的新鲜点的花样吗 我的声音有点大 已经有客人出来看热闹了 有人认出是我 还主动跟我打招呼 这些太医大多都认得我 因为我得外祖父真传 算是小有名气 如果不是为了培衡 我本可成为女太医的 真是心疼男人倒八辈子没 我爹对着同僚拱手道 小女顽劣不堪 被夫家退回 正想用家法呢 不想让诸位见笑了 我气道 我怎么不堪了 我不过是何离 夫家尚不能说我一个不字 你作为我爹 不为我撑腰 反而还要无中生有污蔑我 大家看看 有这样当爹的吗 要说家法 这个家应该只有我有权用 你是坠婿 我传承我外祖父的一波 我才是一家之主 我爹这时脸都仗成了猪肝色 虽然他仗着我外祖父的名声 才混进了太医院 但他最恨别人提他是坠婿 也就原主好性子从不提及 现在可是我了 我才不给他脸 这时 众人践行是不对 赶紧劝说 大家一起进了正堂坐下 我爹发现 储无忧也坐下了 怒道 大胆 这也是你能坐的 赶紧滚开 储无忧委屈巴巴道 姐姐 这儿有个讨厌的老童 不让我坐着 我沉声道 坐着 就在那坐着 除了我 你谁的都不用听 储无忧冲我甜甜一笑 拿起一本书 就旁若无人的读了起来 我爹气的连喊来人 他喊的人还没叫来 太医令来了 那太医令 也曾受我外祖父照拂 想来该会助我一臂之力吧 我随意众人赶紧起身 迎接太医令 众人簇拥下 太医令夺着方部 就进了正堂 看见我 他立即慈祥地对我道 是侄女 好久不见 线下过得可好 我道 一切皆好 那此次回府 可是要待一段时日 正是 我打算就一直住下了 这府地本是我外祖父所致 亲传于我 之前我嫁人 这府感性什么 我也没管 现在我回来了 就打算把这江府的门扁 重新挂上去 一众人才明白 我来者不善 我爹怒道 孽女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是一家之主 有不了你在这里兴风作浪 一众宾客 刚才还跟我客客气气 现在转而纷纷对我指指点点 说些一介女子 如何顶门利护 之类的酸言浮语 饶是平时他们尊崇我的医术 可现在 我是要动了男人的领地 他们可就和起火来压我了 就连太医令 也装作为我谋算 温和道 这府里 到底还是要由男人来撑着的 你爹姓万 这叫万府也算合适 改了江府 怕是惹人闲话 他这是明显要偏帮我爹的意思了 我差点还忘记另一层了 他应该也知道了 公主撬走陪衡的事 帮我我可能会站在公主的对立面 这些口中 说着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其实骨头比谁都软 我道 大家说的都对 一群男人松了口气 我接着道 既然男人们都如此能干 那就自己去挣下家业 挂上自己的姓氏 非要从一个女人手里抢 这算怎么回事呢 众人接红脸 装作没听到我说什么 一众人该喝茶的喝茶 该聊天的聊天 他们笃定不理我 我也拿他们没办法 真是可笑 我发起风来 我自己都害怕 我趴 就掏出一定银子 对着家丁道 谁去把那万府的门扁摘了 这银子就归谁了 那银子 等于上等仆妇一年的工钱了 谁不眼红 可那些人看了一眼我爹 没人敢动 我爹得意倒 这府里 还是老夫说了算 老夫宣布 与你这个逆女 断绝妇女关系 从今日起 你不得踏进万府半步 我当即伸出手来 和他堂前三级长道 好 自今日起 我们生老病死 各不相干 既然咱们毫无瓜葛 又掏出一定金子 从陪府带出来的 正好用到 时刻上等家丁加起来 一辈子也挣不出来这定金子 我道 谁摘了这万府的扁 谁就可以拿走这金子 话音刚落 家丁一窝蜂就涌出去了 我爹气到脸变色 大吼 谁敢动这扁 我要了他的命 可是和金子相比 他的声音实在太小了 万小娘和万柳 站在大门口左扑右挡 可惜那若鸡之力 哪里敌得过虎狼之心 两人被撞得衣衫不整 头发凌乱 朱拆斜坠 哭天喊地 我爹 啊呸 万生冲上来就要扇我 真是笑话 我跟你都没有关系了 你还敢打我 我挑衅得冲他勾勾食指道 来来来 我跟你一决雌雄 我就是要气他 渣男让园主和他娘受的气 可比这多多了 可是他还没冲到我跟前 就被突然窜出来的 楚无忧给劫住了 众人先是一愣 接着就呵斥楚无忧 赶紧让开 那太医令看见楚无忧 先是一愣 亮亮呛呛 伴了一跤跪倒在地 楚无忧看了一眼 凭空冷冷说道 晋升 一边去吧 那太医令 哆哆嗦缩站起来 我爹一边安抚太医令 一边吏声骂楚无忧道 大胆 你一个小兵 在这里装模作样 吓唬谁 唐的人也骂道 真是牛屎虫拱山 泥丘想翻船 我看应该让他 赶紧使客浪搬家 滚蛋 哈哈 谁都没看见太医令的身体 抖得越来越厉害 楚无忧一副 白莲花的样子对我道 姐姐 他骂我 好伤心啊 我怒道 都住嘴 我的人 我怎么骂都可以 轮得到你们骂 楚无忧从我肩膀后露出脑袋 对众人道 对 姐姐说的对 姐姐说什么 都是我的意思 太医令抖着嘴唇道 明 明白 别人都诧异 太医令是怎么回事 我也奇怪 这是被夺赦了 这时 家丁已经把万福的门匾 拿到我跟前了 我指着那匾 对楚无忧道 踹烂他 他一脚 就把那匾踹成两截 这战斗力 杠杠的 我爹现在是指挥家丁 指挥不动 想打我打不到 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仲太医赶紧安慰我爹 说这门匾 不过是临时摘下来 没什么关系 明天再做快新的放回去 我一听 心里懊恼 自己没有先准备好 江府的门匾 现在没匾可挂 正想着 圣指道 皇上说感念 将是医术高超 特赐江府门匾一块 将是和圣上还有瓜葛 这我可不知道 但总归是对我有利的 不用白不用 那门匾红不易闲 差点亮下我的眼 江府 两个流金大字 明晃晃的 感觉那金气还没干透 我爹看见江府 两个字 顿时明白 回天无力了 脸色煞时 比那上吊的白铃还白 楚无忧 站在我旁边小声道 姐姐 你看这皇上 是不是挺雪中送炭的 我回到 看来这皇上 能处 他听了 抿着嘴 带着小的一笑着 笑得我心神荡漾的 太坚意走 我爹和那娘撒疯了一般 就要挠死我 可看到 太一令告诫的眼神 又都退缩了 我将他们全轰了出去 站在门前 看着江府 两个字 舒服 顺眼 楚无忧立即凑到跟前 竖起大拇指拍马屁道 姐姐好厉害 这就是咱们的家了 家 穿过来后 第一次有了家的概念 和楚无忧的家 好像也不错 我让家丁把主缘收拾好 就搬了进去 楚无忧道 姐姐 我帮你出气了吧 以后就是你养我了 不准食言啊 我道 去 木拙熏香等着我 她红着脸小声道 姐姐这是要做什么 我道 嘿嘿 当然是欺负你了 她扭扭捏捏道 不给名分 不给欺负 小样 还跟我讨价还价 我没废话 就给她撒了点痛痒粉 不让欺负的话 她就会得到一句 抓闹的血淋淋的肉体 结果 我怎么都没想到 我下药时 手抖了一下放多了 我解了一夜的毒 腰都直不起来了 她还说 毒没清除干净 看着东方语堵白 我欲哭无泪 她看着我的样子 终于心疼了 姐姐 要不我忍忍 我拼命点头 她接着道 日落我们在解读 天啊 谁能救我 我差不多是 爬着出了主屋 可是刚到正堂坐下 打算歇歇 公主预止就到了 公主说呼声雅兴 今晚举行唐元雅集 听说我颇具文采 让我务必参加 我对楚无忧笑道 我有衣才我承认 说我有文采 公主还是第一人 这公主 有点意思 夜色降临 我梳洗打扮妥当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峨眉禽首 桃面生华 我自己都被自己的美迷住了 楚无忧突然出现在镜子后 看了看我 然后一声不吭 把我头顶的布摇拔了 又把我的唇指抹了 看了看到 不行 还是不安全 姐姐有了我 还打扮这么美做什么 难不成是想和那公主争个高下 让驸马对你刮目相看 姐姐就那么放不下她 我笑道 你这家伙 怎么挠不出这么多情节 我打扮的美美 不是要和公主争个高下 我是要碾压她的 至于裴衡 我要让她看得到 但得不到 心里养死 我要全方位让父亲汗死的 透透的 她生气道 说得好听 姐姐就是对她不死心不甘心 我恼火道 你有完没完 在主人面前这么放肆 小心我发卖了你 她小声嘀咕道 昨天欺负了我 还没付我钱 现在凭什么发卖我 我一想起昨夜 腿都软了 不能跟她争论了 不然我又要禽兽不如了 我随手摘下玉佩给她道 这算是定了 我是你主人了 她接过来看看 喜行于色道 是的 算是定了 这玉佩跟随我多年 给了她 竟也没觉得不舍 果然是美色货人 她看着我出门 静红着脸道 姐姐早点回来 公主俯华灯高悬 公主和裴衡端坐上位 众多大臣和家眷坐于四旁 一看就像要搞事情的节奏 公主说 今日盛世 当作师以贺 有马屁精立即说 不若大家急袭做师傅 贺公主裴将军 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众人纷纷现坐 把那二人夸得仿若神仙眷履 公主看了我一眼 缓缓道 前些时日 本宫过长江时 一时兴起 银尸一首 今日在银 一笑大方了 说爸他朗生银送起来 藤王高阁临江主 配与鸣鸾霸歌舞 画动朝飞南浦云 株莲木卷西山雨 银霸大家齐声喝彩 就连淤府的老夫子 也激动地赞叹道 这真是千古名句 公主自得道 献丑了 我道 确实挺丑的 一马屁鸣怒道 如此好事上有人说丑 来 江一女 你倒是说说哪里丑了 我一边瞎查 一边慢慢道 请问藤王高阁在哪里 楼阁尚且不在 又哪里生出这些描写的 公主面色极其怪异 这个时代 藤王阁还没建立 他知 我知 马屁鸣接着怒道 即使那楼阁不在 凭想象写就 亦算侠不掩余的好诗 难不成你能做出更好的 公主一道 本宫就瞧瞧江一女的文采吧 那有何难 我随口道 我一从长江经过 那景色我一记得 云霄雨季 踩车驱鸣 落霞雨孤雾其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次 众人和公主齐齐惊呼 众人感叹我一个一女 竟然能做出如此精优势之作 而我故意用了与公主相同的词妇 我猜 她是想与我接头 因为第一次见面 她就已经怀疑我了 若她单纯想保守秘密 完全有能力直接让我消失 何必还大费周章摆这个局 但我没想到 最吃惊的是裴衡 她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我 恍若看天仙下凡 半晌 她悠悠道 江西竟有如此才情 宴会一半 我内急如工 刚从工房出来 一个黑影就把我截住了 我用了荒野求生的功夫 一脚踹到她关键部位 那人捂住双腿结合处 强忍身影 我还想再来一记过被摔 那人赶紧喊道 嘻嘻 是我 不喊还好 一喊我摔得更用力了 只将她腾空飞起 抛物线落地 落地前一刹那 我还替原主狠狠补上一脚 她又平飞了几尺 她手舞双腿不能反抗 脸朝下被摔得趴在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就这样 她还巴巴喊我道 嘻嘻 是我 我道 哎呀 是驸马呀 我当是哪个无赖之徒 图楼不轨呢 裴衡道 嘻嘻 我还没同意当驸马 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娘也念叨你 想让你回家呢 我掐指一算 没我的治疗 那老前婆怕是病重了 还在这跟我装深情 真是上坟烧报纸 糊弄鬼呢 我故意大声道 别叫我嘻嘻 咱妹那情分 听着怪恶心的 她恳求道 嘻嘻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回来吗 我们还和从前一样 我道 怎么一样 你和公主也打算合理了 裴衡道 我和公主的事 我还在犹豫呢 这些日子 我总是怀念我们小时候 一起长大的日子 我在想 其实我时一时被公主迷惑了 我还是喜欢你的 你不在我身边 我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我笑道 这样啊 可是你没在我身边 我干啥都有劲 你说这气不气人呢 我说完就不理她回了宴会 公主只是淡然看了我一眼 举起杯子道 宫廷玉叶酒 我条件反射 一百八一杯 马屁精们大赞道 好诗 公主白了一眼 壮落无意道 星星之火 我也轻描淡写道 可以聊缘 马屁精们又道 好记 公主眼神一亮 若是能够九八五 我道 谁还死磕二一一 公主眼冒泪光 她立即遣散中宾客 单独留下我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公主激动地握住我的手道 终于找到你了 我都快要急死了 我奇怪道 为什么找我 你知道有我 她道 我知道啊 我传来时 系统让我务必转告你 你绑定的系统 被虫洞攻击失灵了 现在还在修复 你先完成任务 到时系统恢复好 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乐个去 还可以回去 我赶紧问道 我的任务是什么 公主一脸猛逼道 我不知道啊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道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的系统就没出现过一次 我哪里知道任务是什么呀 我一直以为自己意外穿越的 公主打抱不平道 这真离了的大谱 什么鬼系统这么不负责 下次我与我的系统联系时 我让她打探一下你的任务 他们都是系统界的 有义无护担责任 我道 对 系统界真是离了的大谱 公主又道 希希 我不是故意当小三抢你夫君的 我的任务就是要攻略培衡 和他拜堂 就算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后 我就可以回到原世界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拜托你一定不要阻挠我 我道 你能攻略下他 正好证明他不是个好人 等于防止我跳火坑了 我为什么还要阻挠 那渣男 你最好直接带走 拿走别还 这该死的陪嫁 你顺手帮我一起虐死他们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道 必须的 同志 我回到 等着你胜利的那一天 我俩一时 都有点喜不自胜 又聊了半天 还依依不舍 这是一个太监来禀 说江府一个武夫找我 他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满脸通红 浑身大汗 我心里一惊 这才想起了 楚无忧还在等我解读 我赶紧起身和公主告别 公主追了几步 小声道 你小心那个武夫 我奇怪道 为什么 公主小声说 他是 皇上 卧槽卧槽卧槽 惊天霹雳 想起江府换扁 我还说 怎么皇上无缘无故 实际恰好的给我送了个扁 我说 太一令为什么会下跪 又为什么后来会听我的 我去 我去 骗我 龟孙子 狗崽子 乌龟王八蛋子 我心中赶紧默念 文明人不说脏话 文明人不说脏话 还是不行 太震惊了 他奶奶的敢耍我 我今天就收拾的他 阴阳不分 雌雄不变 我转头虎虎生风的出了公主府 远远看见了楚无忧 正想冲上去骂他 他却三步并坐两步跑了过来 上下仔细打量着我 又摸了摸我脑袋 捏了捏我脸 松了口气道 还好 公主没为难你 我茫然看向他 你是担心我 他笑着说 是啊 我看别人都走了 只有姐姐一个没有出来 我担心姐姐出了事 就没人养我了 你 一直等在这里 怕我发声不测 是啊 毕竟他们是一辅人 而姐姐是孤身一人呢 都到了嘴边的无数脏话 突然就噎住了 我凝视着他 这是皇上 那个传说中 冷硬铁血无情的皇上 可我在他面前 说了他那么多坏话 他都忍了 他刚才跑来找我的交集 不像有假 怕是真的担心 我有什么不测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看我盯着他 曲解了我的意思 声音音哑道 姐姐 在这里不行 我们赶紧回家吧 回家 我也不知道 和这么个天雷 待在一起的屋子 能不能叫嫁 可是他现在装 我也只能装下去 因为我得保命 这一夜 我那叫一个殷勤啊 任他予取予求 生怕他一不满意 就把我嘎了 我把读解得太彻底了 最后 累得半死过去了 在醒的时候 天光已经大亮了 我还枕在他胳膊上 他一脸宠溺的撒娇道 姐姐 怎么办呢 好像又毒发了 我瞪大眼睛 这是什么情况 从此君王不早潮了 我反对的话还没出口 他就又开始翻来覆去的折腾我 我真是欲哭无泪啊 想反抗 又想起自己说的那些 住九族的话 索性不反抗了 楚无忧折腾了半上 终于消停了 看着我身上 清一筷子一块 他喊白脸道 姐姐总欺负我 还是给我个名分吧 你那药 毒性太大了 我日日都要解读 这样名不正言不顺 我总欺负他 这话他说亏不亏心啊 我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赶紧给我递来一杯甘露茶道 姐姐好会喊 我喝完茶才能说出话来 楚无忧 你比我大吧 为什么愿意喊我姐姐 因为我相信姐姐对我好啊 你想做什么 我就想让你做成什么 那你为什么相信我对你好 我们萍水相逢 总得有个理由吧 他呵呵笑道 姐姐有没有看到过 母亲把小婴儿抛到空中 在接住的游戏 大人在旁边胆战心惊 可是小婴儿却是笑的 因为他知道妈妈会接住他 你问他为什么会知道 没有理由 可是他就是会知道 像婴儿相信母亲一样嘛 我又喝了口茶 有点心虚道 你这毒已经清了 不用再解毒了 另外 不要跟我要名分 我就是个坏蛋 我这人就没有责任感 他委屈道 不给名分 我就不让你欺负了 我一狠心道 那就不欺负了 咱俩一拍两散吧 他竟然伤心道 用完人家就扔了 你很得培衡有什么不同 说完 他就拂袖而去 我一句挽留的话也没敢说 只是那心跳的厉害 仿佛这个胸腔容纳不下他了 过了晨午 我才勉强爬起来 去药铺看账 发现京城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告示墙上贴着皇上的最新诏书 他断绝了和38个兄弟姐妹的关系 看了几眼账本 我就匆匆回去 我怕有人回去找不到我 可回到府里 无人等我 莫名有些畅忙 一个人吃了晚膳 一个人睡觉 不过是几日 身边没人叫我姐姐 我就觉得孤单了 正想着 忽然府门喧嚣 我高兴的鞋 都没来得及穿好 就跑了出去 可是 不是我想看到的人 是裴鱼和裴银 裴银红着脸道 嫂嫂 只要你回裴府 我们就还认你是嫂嫂 我道 打住 我家就在这里 裴鱼道 嫂嫂你不在 家里都乱了套了 娘的药没人管 息息也辞了 我的药膳也没人懂了 嫂嫂 你就回家吧 我道 怎么 你们这些皇亲国妻还担心这些 生病了有太医 购置物品花钱就行了呀 两人突然哭道 嫂嫂 你不爱我们了吗 我回道 对 不爱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 裴鱼突然扑通一声跪地道 嫂嫂 你救救我和娘爸 没有你 我觉得我们就要死了 都要收稻子了 他们才想起来要插秧 管家巧声跟我说 那裴家现在可惨了 一开始 他们觉得自己是皇亲国妻 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结果 不仅那公主根本就不理他们 那裴大公子也不知怎的 一步不出公主府 现在 裴家人生病了 找不到医生 家里的花销大 也没个来源 更过分的是 裴小公子前些时候 又和狐朋狗友混到一起去了 在赌坊里被人做了局 把家里仅有的田地也输光了 老夫人的首饰也变卖还了债 再这样下去 估计裴府的府地也保不住了 我假惺惺倒 真就挺惨的哈 哈哈 虐得挺到位 裴家这样的人家 凭什么住高门大户 凭什么长命百岁 平阳这小丫头 果然是可以信任的同志 一大早 我暗骂了自己一句没骨气 竟还会不习惯他不在身边 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一整夜 最后 我顶着黑眼圈 去了江市医馆 这个医馆已经被我那爹 弄得乌烟瘴气了 收的弟子 良友不齐 账目一片混乱 我外祖父和我娘留下的那点声望 几乎被他糟蹋干净了 我得重整医馆 一连半个月 我坚持天天坐枕 卖礼嘛 我收的也不贵 穷人免费 富人加倍 我们江家祖传的理念 就是挣富人的钱 治天下人的病 徒弟中 我也进行了一番筛选 去无存经 因为我终究是要离开这里的 必须选好接班人 差不多一个月 一切都慢慢回归了正轨 我可以有时间 四处慢慢闲逛了 闲下来 就忍不住想起某人 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 我们就像是某一时刻 恰巧遇到的两只飞燕 短暂相逢 又飞向不同的天空去了 可惜了我 那随手送出玉佩 真还是很值钱的 好在她也还了我一枚 看起来价格也不低 还不算赔 正神游呢 公主派人找我 江江 你快帮帮我 公主急急道 怎么了 我好奇地问 她道 我为了虐陪家 软件的陪恒 不让她回去 昨天 陪恒说她发现真爱是你 不让她出府 宁愿去死 她要回头寻你 那我们就不能成婚 我的攻略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那我就回不去了 呜呜 我看她哭成那个样子 忍不住道 你哭得太难看了 以后还是要多笑 你笑才好看 她这种人 本就是动摇不定的人 有什么难拿下的呢 我富尔一说 公主立即破涕为笑 公主又道 我问了我那系统 说你那系统还没修好 我威胁她了 她若再不帮我打听出来 那我就不完成任务了 这里有咱俩 一样过得快活 可她就不一样了 她还指望 我完成这单任务升级呢 我笑道 系统也敢威胁 她没心没肺道 有什么不敢的 大不了大家一起崩塌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道 你不要这么不管不顾 你要回去了 那个世界若没有人护着你 这个性格会吃亏的 本来我就不知道 我是可以回去的 所以我回不回去无所谓 她贴着我的脸道 我知道了 姐姐 我会小心的 哎 在那个世界 我也有一个你这样的姐姐就好了 可惜在那个世界 我是孤家寡人 我笑道 你叫我姐姐 你爹也叫我姐姐 你们父女俩生事都缺姐啊 她立即八卦兮兮道 我那皇上爹 是挺缺姐的 她本来有个亲姐姐 你的眼神和她可像了 可是她亲姐姐为了她死了 被她那三十八个义母兄弟姐妹害的 前些时候 她突然下旨 把和兄弟姐妹的关系都断了 那些人暗地串联造反 她就暗地一点点收拾他们 她这个月干了好多大事 我真担心她会撑不住 拜了下来呢 我心忍不住抽动了一下 难怪当时我总觉得 她是故意找茬生气离开的 她迎着腥风血雨而去 却还怕我担心她 我忍不住问道 那你爹有危险吗 公主看了我一下 当然危险啊 强敌环四 不亚于捉路之战啊 你 不会是真动心了吧 别忘记啊 你完成任务也是要离开的呀 我点头道 怎么可能动心 玩玩而已 怎么可能动心呢 我自人海里一眼见到她 也终究是要把她好好还回人海里的吧 回到府里 我没吩咐掌灯 就直接卧倒了 一个人撑起来这一大摊子是 真是累坏了 刚躺倒 管家就抱有客来访 这又是哪个不长眼的 我勉强走到正堂 竟然是裴衡 他一看见我 满目星光 仿佛那个说 我们之间无真爱的人 不是踏实的 他关心道 希希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冷脸道 脸色差 对你还想要什么好脸色 他戚戚爱爱道 希希 别这样对我 我知道我犯了大错 对不起你 我曾对你许诺过 会让你一世荣光 百岁无忧 我迷路了 我现在回来了 你还要我吗 我断然道 那些恶心人的话 还是省省吧 有时说是 别东拉西扯的耽误时间 我没那闲功夫 希希 你不爱我了吗 爱你什么 爱你复心 爱你无耻 你赶紧哪里凉快 哪里待着去吧 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 我俩快活得很 就不劳你费心了 裴衡根本不信 不可能 谁能取代我们十几年的情感 我不迟到 你以为你在我心里的地位 不可动摇 你想多了 从你眼睛盯着别人那一刻起 你在我心里就没位置了 你就别在这里瞎嗶嗶了 我说完就打算走 裴衡猛地追上我 扯着我衣袖道 希希 你是不可能变心的 他这一车 露出了储无忧的玉佩 裴衡一看玉佩 眼睛通红 像发疯 希希 你带了谁的玉佩 我故意道 我真爱的 爱的不行不行的 一刻都不想分开 裴衡竟然突然跪地 鼻涕一把泪一把道 不行啊 希希 我还爱你 你怎么能就抛下我呢 你不能跟别人在一起 这可真是又离了个大谱 我都气笑了 这位兄台 你是在这里装诗意吗 和黎叔 可是咱俩都签字按指纹的 你现在这身赖蛤蟆硬要 跳餐桌上 非要把自己当道菜呀 裴衡也不管我说什么 物质在那里哭得要死要活 让他走 他赖着不走 我烦得要死 本来想让家丁把他扔出去 又觉得 他若是赖在我府门口更碍眼 我索性搬了把躺椅 拿着盘刮果 看着他演戏 好久没看到狗血电视剧了 都有点怀念了 他这号进 堪称情深深 雨萌萌的现场版 咆哮哥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我都吃撑了 他还在哽咽 看我丝毫没有怜悯的意思 他有点善善 我道 裴将军 我觉得你哭丧哭错了地方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像你娘你妹的身体 都不太行啊 你别来不及奔丧啊 裴衡听了 如大梦初醒似的 突然道 嘻嘻 就算你现在恨我 可是医者得失人数 你就不能救救娘和妹妹吗 我道 得失人数 别来道的绑架我 跟恶人 我就没有道德 若想让我替他们看病 卖里千两黄金 你们拿着卖里去医馆即可 裴衡哭丧着脸道 裴家现在哪还有千两黄金 这我当然知道 不然我也不提这个数了 我道 友情提示哈 你的新欢有呀 裴衡伤心欲绝道 嘻嘻 你何苦如此逼我 若我真与他在一起 也都是你逼的 我道 哎呦 这就给自己找心理安慰了 你做什么选择 可真与我无关 你送我卖里 咱们就是医患关系 没有卖里 咱俩扒竿子打不着哈 不送了 赶紧走吧 我心里窃喜道 姐妹 我已经帮你到这里了 剩下的 你就看着怎么搞定吧 反正你也要回去了 千两黄金留给谁 都不如留给我 我拖着支撑了 格外疲惫的身体 回了卧榻 刚躺下 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床铺和刚才离开时 有点不一样 好像有人动过 忽然 屏风后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我手拿紫枕 悄悄转过屏风 举枕就欲砸过去 烂人虚弱喊道 姐姐 是我 竟然是许久不见的储无忧 那玉桶 红森森的 带着血腥味 不打紧 我想洗干净了 再陪姐姐 不想没了力气 我指着那一桶 快可以做毛血旺的血水道 小伤 让我瞧瞧有多小 她慢慢转过身去 后背上横灌着一个切口 血还在往外流着 我不信 皇宫没人能处理这个伤口 她这是故意让我心疼呢 她如愿了 看着那翻开的伤口 我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 可我不想让她发现 便使劲控制自己 沉着脸道 过来 我给你上药 她虚虚弱弱的靠过来道 我今天没力气 姐姐别给我下毒哈 我怕我不行 我红着脸道 想得美 你以为制作毒药 就不需要本钱吗 姐姐 这些日子我想你 你想我吗 想什么想 陆水夫妻都算不上 可是姐姐不是说 爱我爱的不行不行的吗 不是说一刻 也不想跟我分开吗 她沙哑的声音 重述着那些话 说不出的魅惑 我又羞又骚 浑身立时燥热起来 为了掩饰 我使劲暗了暗她伤口道 你竟然偷听我说话 她疼得嘶嘶抽气 断断续续道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我只是处理好 最后一桩棘手的事 就来找姐姐了 谁知道我一来 就听见姐姐说爱我 我气道 你能不能不要再装了 你说谎的本事 是不是连自己 都能骗过去 她委屈道 我何时有说谎 你不是说你叫楚无忧吗 那楚轩是谁 你不是没有兄弟姐妹吗 那不告墙上的 38个人是谁 没错呀 楚轩是我 楚无忧也是我 轩是无忧草啊 所以我号就是无忧 我以前有38个兄弟姐妹 可我全断绝关系了 就没有了 所以 我没骗姐姐啊 我咬牙道 你真不知道 我说你撒谎是指什么吗 皇上 他神色突然一紧 接着就报警了我道 姐姐 你别嫌弃我 我倒是想嫌弃呀 可是我敢吗 我正脱开他 正色道 我帮你处理完伤口 你就赶紧走吧 我最恨别人骗我了 他却道 姐姐 你别气呀 我也没骗过你呀 你没问过我生是皇上呀 我也没说过我不是啊 我哪里有骗你 我道 骗和不骗 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觉得你骗了 那就是骗了 他小声道 那我道歉行吗 我现在又中毒了 我需要解毒 又骗我 这次是真的 不是你以为的那毒 他说了就翻着白眼晕了过去 真是的 躺倒了还摆了别致的造型 那腿 那胳膊 那腹部 我怎么都觉得 他是故意的 可是我没有证据 好色的 我只好又救了他 太累了 我就在他身边躺下了 没想到闻着他的味道 我睡得那么香 醒来的时候 又天光了 储物又环抱着我 也睡得正香 我翻了个身想偷偷出去 他眼睛都没睁 却准确地把我拉住 又捞回了怀里 他说 姐姐 有些事情 还是现在这样谈比较好谈 姐姐能做我的皇后吗 轰然一声 就像厚厚的冰面裂开了缝 不心动吗 我真想 就不管不顾跳进那缝隙里 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 可是 不行 我终究是要离开的 那留下他要怎么办呢 我斩钉截铁道 不能 谁那么想不开 自由都不要 进入深宫大院 和一百多个女人斗 书莹自己说 还不算 得看你的脸色 我不能主动翻你牌子 你可以随便翻我牌子 我这是为了什么 要去过那种 不是人过的日子 储物又瞪着眼睛 看着我道 我可以把后宫都散了 本来他们 就是那38个兄弟姐妹 塞进来的人 以后姐姐想翻我牌子就翻 我也绝不限制姐姐自由 我道 看吧 这怎么能算是自由 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 需要你的同意 这还算自由吗 他耍赖道 姐姐不同意当皇后 那就是不想对我负责 那我以后就不让姐姐欺负了 我道 不给欺负就算了 不要提让我负责 不要提让我当皇后 他看我坚决的样子 委屈道 那我还是给姐姐欺负吧 我保证不提姐姐的名字 当皇后 说是让我欺负他 可最终求饶的是我 我沙哑着 嗓子质问他 你不是受伤了吗 你不是中毒了吗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你个骗子 他一脸咽足道 你知道一头狮子 吃过了时间美味 又饿了很久 然后再见到美味时 是什么心情吗 我气道 什么心情 不就是拆吃入腹吗 他小声贴着 我耳朵道 不是啊 那样下次就不能吃了 可我 下次还想吃啊 这个不要脸的 公主的婚讯很快传来 就在下月的初八 看来那小丫头挺着急的 据说裴衡闲着脸去求公主 公主倒比千两黄金可以 条件是婚后不入裴府 驸马医生遵从皇家组制 裴衡一一同意 裴母和裴鱼来到医馆时 已经骨瘦如柴了 离开药物调理 加上炸暖海寒的天气 生生夺了两人大半调命 我开了药方 也只能是延缓病情而已 他俩眼里默默躺着泪 还要对我千恩万谢 想想圆主以前免费亲自调理 他们还成天 对圆主呼来喝去 吹毛求疵 现在 他们终于知道 什么叫千金难买后悔药了 一管日益兴旺 万太医症相反 他本来医术不行 得了外祖父的硬币 才能在太医院勉强立足 现在太医令已经知道了皇上的意思 明注不说 暗地里挤兑的他没立足之地 然后 又借着看错病的油透 将他下了狱 他关了个百月才被放出来 丢了太医院的职 现在 他没了谋生的手段 还要一人养着三个废物 明显捉襟见肘 据说租了成交的一个小院子 天天被万小娘 骂作窝囊废 以前的温柔小艺 早就败给了柴米油盐 他装作图经医馆和我叙旧 真不巧 老泪纵横道 好歹你这条命也是爹爹给的 你忍心看爹爹过得如此艰难吗 太不好意思了 我这命还真不是他给的 我堂而皇知道 忍心呢 很忍心 从娘亲死了 我就很忍心了 万太医一看 我这铁石心肠 估计打亲情牌没用 便改了策略 诱惑我道 女儿呀 我回府呢 内府名也不用改 还是江府 我还可以帮你看着医馆 这不相当于免费请额郎中吗 再说 用爹爹肯定不用别人可靠呀 我道 那还真不一定 我看这医馆药铺的账目一塌糊涂 有的人没有道德起来 连自己的东西都偷 这我可真不能理解 你还是哪来哪去吧 当初咱们可是堂前三级长 老死不相往来的 万太医瞟了一眼 站在一旁虎视眈眈待命的家丁 一步三回头的走了 估计他午夜梦回 都恨不能扇自己几巴掌吧 收拾了裴家和万家 我以为可以消停一阵了 楚无忧却突然宣我上殿 说是大臣们在大殿上 经常觉得欺门气喘 让我这神医当殿 给众大臣瞧瞧病 我知道肯定不是看病这么简单 他这人一贯混不吝 可是他卖离给的实在是多 根本拒绝不了 我一身素衣端坐于大殿 楚无忧专门让太监给我加了个位置 说是要尊重神医 裴衡一上朝就看到了我 那眸光流转 连楚无忧都皱了眉头 这也是裴衡最后一次上朝了 后日他就要与公主成婚了 按照皇家组织 那就不能再入朝为官僚 又相道 可是皇上还没有子嗣 果本不顾啊 楚无忧黑着脸问 寡人都没有皇后 哪来的子嗣 左相道 有几位官家千金 身家清白 秀外惠中 皇上可以从中选择 楚无忧冷冷回道 是寡人选妻 还得你选妻 寡人选妻 还要先经过你的手 左相也不敢吭声了 律使大夫突然道 近日民间传闻将是医女 以妖术迷惑圣上 祸乱朝纲 当除之 皇上道 你是说寡人荒淫无道 臣不敢 臣说的是那江医女 那江医女怎么了 她广奈意图 治病救人 开设女学 让女子能救人救己 西北瘟疫 用她的药方除疫 保住了西北边关稳定 领男瘴气 用她的方法救人 是历次正虐百姓死亡 最少的一次 这都算祸乱朝纲 那你又做了什么 律使大夫脸憋得通红 我仔细看着那律使 真怀疑 我是不是挖过他家祖坟 对然他怎么那么 不遗余力地败坏我名声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大臣们上电视气喘了 楚无忧那张脸黑得像锅底 语气 冷得像寒冰 认识哪个大臣 气也不足啊 有个明显是楚无忧找得拖出场了 臣以为江医女 贤良淑德 贤雅端庄 有母仪天下之德 楚无忧心为地点了点头道 嗯 爱情果然是宝学之事 有真知灼见 我就观赏着 像看旁人的闹剧一样 反正天下姓江的医女 也不只有我一个 只要没有指我名道我姓 我全当不认识 这时裴衡突然跳出来道 江西乃无前妻 组织约 二嫁之父不可为后 我谢谢你啊 谢谢你全家 本来楚无忧不敢提我名字 他给指明啊 楚无忧问李部可有此规定 李部打友 他点点头道 传指 自今日时 我朝魏洞房及河黎的 视为未曾嫁娶 大殿一片到抽冷气的声音 玉使大夫气血道 皇上 您万不能为了那妖女 冒天下之大不伟啊 他灵力道 怎么不能 寡人偏要 他要这天下寡人都给 他显然失去了耐性 冷应道 他只能是寡人的皇后 寡人的皇后只能是他 玉使大夫气得晕厥过去 我赶紧失真救治 那玉使大夫 醒来发现是我救的他 一时不知该再昏死过去 还是再死见 楚无忧道 醒了 你接着说说 救命恩人是多么无德无能的 歹毒之人吧 不得不说 楚无忧才歹毒 他是想让我亲自收拾这玉使的 那玉使就是刚才不晕 楚无忧也必能想出什么路数 让他命悬一线 那玉使大夫的脸翻来覆去 变了又变 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情 半上 他垂胸顿足 仰天哀叹道 天要往我风骨啊 楚无忧白了一眼 吃鼻道 有风骨有什么用 有眼睛才是第一药物 玉使大夫不吭声了 他清冷的目光扫过众人道 寡人要立内何离的 江府的 会医术的 在东大街开医馆的女子为后 没人吭声了 皇上转脸 对我讨好道 我没提姐姐的名字 不算骗姐姐哈 是没提我名字 那就不是我 公主成婚前一夜 突然疯疯活活找到我 抱着我高兴的又跳又笑 我道 能回去那么开心 亏着我还不舍得你 他神秘道 不是因为那个高兴的 嘻嘻 我终于问到你的任务了 你的任务竟然是攻略我爹 只要他说一句 我爱你 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我目瞪口呆 原来 即使我不有意而为 冥冥之中 我们也相遇了 难道系统主宰的世界 都是如此契合的 公主又眼泪汪汪道 嘻嘻 我就要离开了 剩你一个人了 我也有点舍不得 我道 很快我也会回去的 公主接着肯定道 那道也是 你若问我弟爱不爱你 他肯定会说爱你的 我狐一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 公主一瞬间捂住嘴 马上岔开话题道 你早点完成任务 早点回来呀 我们一起逛街吃美食 我好想吃马小辣条冰可乐 我问 在那个世界 我们还能相逢吗 他突然沉默了 能吗 我真想知道 公主拜堂前 还拉着我手不松 他说江江 谢谢你 遇见你 真是我的运气 我把好运也留了一半给你 不用谢谢我哟 裴衡在和公主的婚礼 仪式上看到我 眼含泪光 好像是我逼了她 公主又抢了她似的 真是无语 两人夫妻对拜完 一抬头不小心撞到了一起 公主当场就没了气 喜事当时就变成了丧事 公主临死前 还冲我偷偷办了个鬼脸 我也是好久后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他看起来没心没肺的像个孩子 可是他大胆到 跟系统和他的皇上爹都做了交换 我实际上并没有为他做什么 他却帮我把最困难的每一步都安排好了 公主走了 好像最伤心的是我 突然失去了这个世界 唯一可以交换秘密的人 皇上一滴泪没流 反而拉着我的手 看我的神色有点凝重 好像死的是我似的 我问道 你女儿死了 你都不伤心 他道 告诉姐姐个秘密 其实他不是我亲生的 他是我领来掩然耳目的 这点我倒是早就猜到了 他和公主才差几岁 这个时代的人相信所谓的神力 可我还是有医学常识的 而且 伤心什么 他又道 你看他笑眯眯的脸 那说明他是高兴的 若我死时是笑眯眯的 姐姐就不用伤心 我必是心满意足的 我的心沉了一下 我 应该是 看不到他的人生终点吧 他会含笑忠吗 公主一死 皇上就把公主府收回去了 他说他创造的财富 没理由给一个情敌挥霍 裴衡想再领兵 皇上道 不行 组织驸马不得有兵权 裴衡想经商 不行 组织驸马不得经商 裴衡就靠着皇家每月 发放的驸马月银度日 可那月银也时发时不发 裴衡吃了一般 也无心管理裴衡 连番打击下 裴母不久就去世了 裴衡更加放旺了 很快就把裴衡的祖宅输掉了 裴家的窟窿 怎么也填不上了 裴衡不见了踪迹 有的说见到他去当奴隶 有的说他已经死了 不管怎么都与我无关了 裴家搬到了菜市胡同 在那里的大杂院里 租了两家下屋 裴衣喘病严重 嫁不出去 靠给人洗衣服度日 一天 他驻足在江府外 管家问他找谁 他红着眼睛说 他谁都不找 他丢了一个最重要的人 他想再看看 曾经刁蛮任性的小姑娘 现在像个干枯的黄花菜 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可我还是托人给了他的方子 让他最后的日子 可以不那么痛苦 那人回话说 小姑娘看着方子直流泪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久后的一天 我在门口的石狮子嘴里 发现了这个药方 我知道那个小姑娘也走了 我猜那天 她是想跟我告别的吧 她在大门口 府外 站了半个时辰 我在大门口 府内 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我没有感情回应她 却也想成全她想再见原主的心 裴衡现在了无牵挂 总是寻机想去医馆找我 储无忧之道后 直接以大不敬之罪 将她下了大狱 裴衡染着要见我 她说她是中了公主的计 她说 嘻嘻呀 我其实真的只爱你 我们应该好好的 咱俩一辈子生儿育女多好啊 哈哈 的确 她是中了公主的计 当初公主是故意攻略她的 可是她变心不是别人强迫的 是她自己的选择 她给我留了一书自尽了 一书是储无忧拿给我的 上面写着 嘻嘻 今生不欠 来生不见 可能今生我欠你 就是为了来生还能遇见 来生我定会寻到你 到时 换你欠我一生吧 为此 储无忧吃醋了好几天 她总在琢磨着 怎么才能让我欠她的 医管和药铺都已经规范运作起来了 各种后事 我都安排的差不多了 就等着系统联系我了 可系统没等到 等到了万小娘 她领着万流和儿子上门闹事 她一直很不愤 我可以拿回江府 她觉得我一个女人 凭什么把自己的爹爹赶走 我知道这个时代的女性 就是这样想的 我说 这江府就在这里 你有本事你就拿去 他们三个信心回去 不久后又找了理由去而复返 如此几次 我实在被纠缠的太烦了 我派了个人 住在他们家隔壁 那人也算忠人之姿 明显比前万太医有钱 万小娘很快就与这人打得火热 她打算把家里仅有的戏软打包跑路 被得到密信回家的万太医 撞个正住 万小娘对她早就没了感情 下手招招都狠 而万太医头顶草原 还心慈手软 两人撕扯中 万小娘拔下簪子 直接打了万太医 果然是心中没有爱 拔簪自然快 万小娘也没逃的了 被判了斩立绝 没什么谋生手段的万流 被弟弟卖去了怡红院 可惜没卖得几两银子 很快被弟弟花完 娇生惯养的弟弟一合计 姐姐这营生不错 不用干活还能赚钱 两姐弟一起待在了那里 等着他们的 便是慢慢腐烂掉 系统总算在某一个黄昏联系我了 我问系统何时可以回去 系统冰冷的机械音 故障中 正在修复 请稍后 我崩溃大喊道 攻略任务都可以完成了 你说系统还没修好 你有没有搞错 系统道 这个时空被插入了一个意外力量 导致出现了虫洞 正在加急修复 说完这句话 系统就消失了 好吧 那就留下吧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楚无忧不再提要我当皇后 可是 每个让他立后的大臣 都被着声到边疆苦寒地区建功立业了 他把后宫也遣散了 治国理政越来越忙了 可是初一十五 他必来寻我 有时喝杯清茶 有时只是静静坐着看书 天色稍稍暗下来 他就开始姐姐 姐姐 弟喊我 仿佛刚才看圣贤书的不是他 他总是抿着唇说 他中的毒太深 入了五脏六腑 这辈子怎么都清除不干净了 我常常被他折腾的一动都动不了 任由他抱着我木镯 搅干我的长发 帮我化好睡衣 然后他会默默躺在我的身边 只是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 总是逗我 而是默默看着我 我逗他 他就假意笑着 我说 你笑得那么勉强 哪有被养的自觉性 他拿着我的一柳长发 在手里边来边去 却总也边不好 他说 姐姐你知道吗 我现在都不敢闭眼 我怕一睁眼 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我一震 他又赶紧说 希希 姐姐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不会真信了吧 如果不是看到他眼角隐藏的泪光 我就真以为 他不过是开玩笑 好像 他和我都能感觉到 分离的一天快到了 我倡导的女学 已经遍布全境 女医也逐渐被认可 我跟他说 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也要让这些制度持续下去 他道 好 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又是一个没有预兆的黄昏 系统突然又出现了 他抱怨道 你的那个平阳 真是死心眼 害得我现在 加班找Bug 平阳 那个明媚热烈的小丫头 这个世界好像除了我 没人记得他来过 不知道他回去后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吃胖 那个性格 我好怕他吃亏 也不知道那个世界 有没有人护着他 我问 他怎么样了 系统道 他非要用他一半运气课金 让主神赶紧修复你的系统 现在 他的运气用光了 回去还是植物人 没能醒过来 我多坐着嘴唇 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他跟我说的 他给我的一半运气 我忽然想起 他死前对我做的 那个调皮的鬼脸 心里的悲伤 顿时无边无际 平阳啊 等我回去 我会唤醒你 护着你的 系统又到 我正在加紧 修复一些Bug 很快就能修好了 我可以为你 争取到一小段返回时间 赶紧完成任务哈 时间短暂 机会不在 系统埋头苦修 我又站在了江府门口 想看看在这个世界里 我曾留下的痕迹 不知道我走后 还会不会有人记得我 还是不记得才好 天边的云 突然一片粉红 翻滚着 说不出的神秘 我正看着 楚无忧忽然策马飞逝而来 那些流不出来的泪 突然就模糊了我的双眼 他看到我还在 松了口气 我抽了下 鼻子问道 不是初一 不是十五 你怎么来了 楚无忧低声道 因为平阳走的时候 天边就是那样的云 我怕 又有人想走 我想起上次离开 我们还没有好好告别 就想着赶过来 有点着急了 应该穿得再好看一点的 我想笑 可流到嘴里的水 又苦又涩 和死里一样的生别 痛得哭不出来 又咽不下去 我道 我想问他爱不爱我 可是刚说出一个字 便又说不下去了 他说爱 便是结束 他说爱 便是永别 可我好像怎么都做不好 这分离的准备 他紧张地盯着我 握着缰绳的手 指节都是白色的 他的声音也颤抖着 姐姐想问什么 只要姐姐问 就一定会是姐姐想要的回答 我答应过平阳的 答应过平阳吗 我转笑了 可是笑着笑着 眼泪止不住啪哒啪哒 往下流 他说 小傻瓜 你哭什么呢 我哪里傻呀 明明他才傻 我说什么 他便乖乖听着 我要什么 他便努力成全 好像从遇见的那一刻起 他就是这样 系统突然出声道 30秒钟就可修复 宿主做好准备 我忍不住紧紧抱住了储无忧 我说 当初我吓得不是毒 不解毒没关系的 他道 我知道 一辈子都不解了 我说 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 他回报我道 知道了 姐姐 你别忘记我了 我拼命点头 他的声音忽然断断续续 还是 忘记吧 可以遇见别 本人 可不管去哪里 都要好好活着 如果能遇到我 记者还要夸我 高大英俊 玉树林风龙 龙张凤姿朗如 日 日月 我 一定能认出你来 我哭道 你为什么不留我呢 他道 因为我知道 你干的都是你想干的 有一个人 让我这一生 可以像婴儿信任母亲一样信任 像丈夫是爱妻子一样深爱 到死我都会是笑着的 谢谢你 江西 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喊我名字 原来他喊我的名字 听起来是如此缠绵匪测 动人心破呀 可惜 再也听不到了 系统道 宿主 修复完成 我给你争取到了30秒返回时间 倒计时开始 我强人眼泪道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谢谢你像婴儿 相信母亲那样相信我 可是我的力量太小 我接不动你 他期盼地看着我 可是 姐姐 你只要伸出手 我就摔不死了 系统拼命在喊 宿主 宿主 你赶紧让他说爱你 这是脱离这个世界的最后机会了 我挣扎着 两个世界都有我爱的人 我做不了抉择 生理有时 比死别更让人难以承受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 我的心思从来都瞒不过他 十九八 他的眼里 突然也盛满了泪水 他把头埋在我肩膀上 不敢看我 七六五 我也哭得无法自意 他带着鼻喊我 姐姐 我突然预感到 他要做什么 他抬起头 流着泪 却笑着 笑得像燃尽的指挥 我哭道 我没问啊 可是我想跟姐姐说啊 四三二 姐姐 我爱你 晚安